国务委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十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他们是 马尔他驻华大使卓家英 荷兰驻华大使凯罗 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 中帝问驻华大使奔迪拓 巴哈马驻华大使戈迈斯 捷克驻华大使科佩茨基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斯杰 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塞尔加 摩尔多瓦驻华大使乔科伊 老挝驻华大使万迪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旅新 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的良好关系 及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愿巩固传统友谊推进互利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 加强在多边组织中的合作 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 希望各位使节在任职期间 为推动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做出积极贡献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对中国人民的美好祝愿 积极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时节们表示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关系 他们对初始中国深感荣幸 愿竭尽所能致力于推动各自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合作 加深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实现互利共赢 同日习近平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阿利莫夫 希望他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做出新贡献 可得支持 接受市佢证毕业